众所周知 姚舜宇是古代中国历史中 自皇帝之后 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 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 其中传说中 姚生于丹陵 姓伊州 名放勋 姚是他的意号 英风于唐 故又称唐瑶 瑶在魏七十年 认为儿子丹珠不成器 于是决定在民间选用良才 经过四方诸侯首领推荐 推举于顺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人 于是姚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 最终才放心善让给于顺 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 俄皇女婴嫁给了顺 因此 姚帝开创了帝王善让的先河 历史文献记载 姚种有好几处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位于山东合泽眷城县的姚王墓 姚王墓又名姚灵 位于山东省合泽市眷城县城南七公里处 富春乡兆千庄村南谷陵寺 为了配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安排下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 联合合泽市文物部门对湖籍古城及姚王寺遗址 进行考古性的勘探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地文物工作者对徐河闸附近河段崖上发现夯土堆积 但具体年代范围面积都不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 目前已探明城址南北残长八百多米 东西宽约六百多米 残存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 姚王寺遗址位于湖籍古城西北部约一公里处的姚王寺村 当地相传为姚王陵所在 为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 开探沟是绝 据出土的遗物分析 最早属于龙山文化 延续至商周汉 京 明 清 中央发现有商代晚期的房基 灰坑及小型台基等遗址 汉 京石器遗迹 有灰坑及殿土 所包含的遗物主要为建筑残瓦 所获遗物主要为陶器残片 其中商代最丰富 出土石连 刀 斧 鸟 阻 戈 戈 及古族 锥 鸡 补古 等文武十余建 该遗址主要为龙山及商代晚期的小型聚落 京代灰坑中发现的世秀池吻 表明当时可能有寺庙建筑 另外 当地百姓已决出明代的修瑶庙碑 这说明最迟从宋经时期开始 此处演变成重要的寺庙场所 专家表示 瑶王墓比秦始皇陵还要早两千多年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 瑶帝崩于成阳 而《水经》著中记载 经承阳城西二里有姚陵 由此可见 承阳城与姚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这次承阳古城位置的确定 直接认证了中华始祖姚帝陵的方位 极限胡吉江姚王四村 这与之前在姚王四村附近 陆续出土的姚王妃中山夫人慈悲残骗 姚母庆都陵残碑 明曹州太守范锡正重建姚王寺珠沙碑等文物相互印证 有力地证明了 姚帝陵确实位于河泽市牡丹区胡吉江境内 这次调查勘探 发信并确定了规模较大 保存较好的战国汉国古城 填补了该地区相应时代城址口古的空白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扬州发现一怪母 四周有大片白色固体 专家看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2017年4月份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潘桥村 发现一座明代古墓 接到线索的扬州市文物管理所 立马派出考古队员来到现场 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保护 考古队员于墓葬四周 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固液体 当时大家都不清楚 这一层固液体到底是何物 随后 江苏省派出权威口古专家来到扬州 指导发掘工作 专家看到这一层固体 立马脱口而出 这一座古墓就是大名鼎鼎的焦香墓 那些固液体也是古人使用的 混凝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三年前的4月21号 江苏省扬州市保应县 潘桥村马庄组 发现一座明代的古墓 当时马庄组的一位村民 正在耕种时 一锄头下去带上来的 一块刻有花纹的砖头 看样子 这块布满花纹的砖头 肯定是老物件 这位村民便赶忙拨打110报警 随后 警方又联系了扬州市文物管理所的 相关工作人员 接到群众的举报之后 扬州市文物管理所派出考古队 来到现场进行事先勘探 据初步勘探 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是明代中期 属于单人墓葬 其规格和形质都比较寒酸 占地面积也不过20平方米左右 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看到墓葬周边布满青砖 还有一层厚厚的白色沙浆 不过在场考古队员并不清楚 这一层白色沙浆到底有何用途 本则事无巨细的原则 考古队将这座墓葬中的棺果 以及墓主人尸体 还有这些墓砖 白色沙浆全部运往实验室 2017年11月份 江苏沈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权威专家 来到了扬州市指导发掘 和分析这座古墓的遗留问题 当专家看到这层厚厚的白色沙浆时 立马脱口说出 这是元明时期 江南一带非常流行的焦江墓 那层白色沙浆就是糯米汁 也就是古人使用的混凝土 或许看到这里 有不少的朋友会云商物赵 什么叫做焦江墓 以及这层白色的糯米汁 到底有何用途呢 焦江墓 是元代末期才出现的墓葬形制 直至明代中后期流行于江南一带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焦江墓其实和如今的混凝土结构 差不大多 古代工匠先根据东家的要求 挖出一块主墓石 将棺果陪葬品放进去之后 在墓葬四周 先用青砖搭气出轮廓 砖块和墓葬细缝处 填入厚厚的糯米汁 沙浆内还放入 清灰石粉加强粘性 接着 于墓葬上方盖上风土 因为糯米汁焦江能让墓葬 获得很好的密封性 且不容易被盗墓贼打出盗洞 所以焦江墓和混凝土结构 非常的相似 那些糯米沙浆 就是古人使用的水泥 江南一带不少小地主 十分喜欢使用焦江墓 烦闹是那些达官贵人觉得 这种埋葬方式会隔绝 灵魂与天地之间的感应 将其摒弃不用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 马庄祖发现的这座 明代墓葬墓主人 是一位男性 下葬时年纪约在58岁 身高为1.65米 由于这座墓葬 采用糯米浆 以及青砖雷气而成 所以主棺果封存完好 尸体也保存了较为完好 墓主人面部轮廓清晰 牙齿 胡须 头发 均清晰可变 此外墓主人随身衣物 以及下葬时棉被 棉靴等其他陪葬品 也都保存完好 根据墓葬用料形制 还有墓主人的服饰来看 该墓主人并非达官显贵 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 总而言之 这座墓葬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 除了墓葬四周 满满的糯米之交腔之外 墓主人就是几百年前 当地的一位土财主 看到这里 笔者不由地感叹 古往今来盗墓贼这个行业 真的是为人所不耻 元代末期由于天下战乱四起 那些食不果腹的村民 并会大肆地盗绝 先任墓葬来换取粮食 此时一些有头有脸的社会贵人 想起了用焦江墓保护棺果 不被盗取 如果天下太平 四海之内皆无战事 那么也不会有人干盗墓的行当 自然不会出现焦江墓 这种墓葬形式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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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启误